一博新代言,独特周边即将登场,粉丝必知购物攻略,别错过限量珍藏。 2024年,王一博迎来了他的首个代言宣传,而这次他选择代言的是备受期待的独特咖啡品牌库迪咖啡。 作为一家刚刚问世的咖啡新品牌,库迪咖啡迫切需要像王一博这样具备强大流量和实力的艺人来提升品牌口碑和知名度。 与王一博的合作绝对是该品牌卖出的明智之举。 品牌刚刚发布代言消息,而王一博的粉丝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利用他的照片制作了各种官宣小表情包。 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粉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深爱着王一博的奶镖,这也是他们众多的秘诀之一。 正因为如此,王一博的表情包直接将他的头部架接到卡通身体上,而这种创意让人感觉仿佛没有丝毫差异。 从委屈的表情到奶酷的神情,粉丝们制作的小表情包真的能够让一众妈粉陷入萌萌的世界。 只是有一点需要粉丝们注意,那就是在获取周边商品时要注意一些条件。 品牌代言人王一博的周边仅限于在库底小程序或APP的套餐中使用,暂时不提供第三方外卖平台的购买选项。 换句话说,无论粉丝们使用蓝色外卖软件还是黄色外卖软件购买,都无法获得王一博的周边额。 在品牌方进行预热之后,王一博的奶瓶管家也发布了新的代言须知,供粉丝们参考。 首先是销量,无论是哪个品牌,商家在寻找代言人时都会看重销售量。 由于库底咖啡无法通过外卖平台提供周边,这就强调了小程序的用户增长。 这对粉丝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在购买时多加备注总是没有错的。 其次是声量,在当今流量时代,品牌宣传和代言人的互动值计算变得非常重要。 商家们注重曝光度,因此在转发,评论和点赞方面也是需要跟上的。 第三是宣传,不仅局限于社交平台,多平台的号召力和知名度同样重要。 品牌选择代言人时,关注的不仅仅是销量,还有隐藏在其中的宣传效果。 第四是晒单,尽管王一博的粉丝确实不必考虑自家同胞的购买力, 因为他们可以在瞬间将王一博推上全网代言数量和质量的榜首。 但购买了也要秀出来啊。 这样可以告诉品牌方,自己是为了王一博而来,而不是普通的路人。 在品牌官方社交媒体,相关话题以及代言人的标题下, 多多地晒单,并爱特官方社交媒体, 这也是作为代言人的粉丝证明自己支持的一种方式。 最近过了元旦,迎来了新的一年,许多流量明星都发布了新的代言宣传。 在这种情况下,王一博的粉丝们可能需要更加努力, 毕竟他们是在新的一年中开启的王一博的第一个代言官宣。 虽然王一博的粉丝群中有不少新成员加入, 但已经有许多粉丝开始提前购买了相关商品。 让我们一同迎接王一博在2024年的第一个新代言吧!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通过品尝一杯酷迪咖啡, 期待着王一博与粉丝们再次共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今年的娱乐圈中, 王一博将为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与震撼。 王一博的全新代言宣告正式启动, 对于这个令人翘首以盼的消息,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纷纷涌向购物平台。 然而,在这个购物的狂欢时刻, 粉丝们需要保持一份谨慎, 因为并非所有商品都附带周边额。 要注意的是酷迪咖啡的代言商品。 尽管王一博是代言人, 但并不是每一款商品都会提供相关周边产品。 因此,在购物前, 粉丝们最好先查看产品详情, 确认是否有附赠的周边礼品。 这样可以避免后期的误会和不满。 繁花点燃观众心, 胡歌演技在灯巅峰, 网友狂刷3万热度。 祝贺繁花热度值突破3万, 成功加入腾讯视频的爆款俱乐部, 胡歌是一台行走的爆剧制造机, 繁花这个别名叫做影视帝胡歌表演秀, 再次祝贺胡歌的职业生涯再次取得巨大成功。 胡歌再次在繁花中担任主演, 向观众展示了他在电视剧领域的卓越实力, 堪称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行走的爆剧制造机。 自胡歌出入影视圈以来, 他的作品一直引起广泛关注, 每一部作品都能掀起一波热潮。 这次繁花的热播再次证明了他的演技和受欢迎程度, 使得他的职业生涯再度攀升至事业巅峰。 胡歌不仅凭借深刻的演技而备受肯定, 更因其精湛的表演而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电视剧巨星。 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展现出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出色的表演功底, 使得观众对他的期待始终如一。 繁花作为最新立作, 不仅延续了他一贯的高水准表现, 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热度。 观众不仅仅看到了胡歌在表演上的精湛, 还感受到了他对角色情感的细腻描绘。 他不仅仅是一名演员, 更是能够打动观众心灵的艺术家。 胡歌的出色表现不仅让他在娱乐圈中名声大噪, 也为他赢得了无数粉丝的狂热支持。 繁花的热播不仅是对胡歌个人演艺实力的再次认可, 也是对整个剧组团队辛勤付出的肯定。 这部剧的成功不仅在于演员们的出色表现, 更得益于导演、编剧和制作团队的默契合作。 胡歌作为主演, 在这个成功的背后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繁花的故事情节紧凑, 引人入胜,使观众不禁一级接一级的身陷其中, 欲罢不能。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个情感的迷宫, 而胡歌在其中的表演更是堪称完美。 胡歌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的性格特点, 情感变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不仅仅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更是在呈现一个鲜活的人物, 令人难以分辨剧中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线。 观众仿佛被引导着走进故事中, 与角色一同经历着种种悲欢离合。 胡歌对角色的情感描绘异常细腻,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微笑都在传递着深刻的情感。 他能够在不言不语之间表达角色内心的挣扎, 让人感受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和降性。 这种情感的真实表达, 让观众在屏幕前共情、共鸣, 加深了他们与剧中角色的情感纽带。 除了剧情和演员表现外, 繁花的制作水准也可谓是一流的。 从场景布置, 服装到剧到音乐配乐,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打磨, 让人感受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和降心。 这种精良的制作质量为整部剧的观赏体验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在场景布置方面, 剧组通过精心搭建的布景和考究的取景的, 成功地还原了故事背景, 使观众仿佛穿越到剧情发生的现场。 服装道具的精心挑选和搭配, 不仅展现了角色的个性, 也为剧情的发展增添了层次感。 音乐配乐方面, 选用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 使得情节更加感人, 让观众更深刻地沉浸在剧情之中。 繁花的热播不仅掀起了护语版的Kittywalk偷心, 饱总泡饭, 排骨年糕等元素的热潮, 同时也引发了护语热潮。 观众们纷纷效仿剧中的角色, 亲自前往剧中的拍摄地, 体验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 深刻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城市中的地标性场景和剧中角色常出没的地方, 成为了粉丝们追逐的热点, 形成了一股新的旅游热潮。 城市步行街、电影院、 餐馆等地纷纷成为了游客们的打卡的,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 这种亲身体验让观众更加深入地融入剧情, 加深了他们对繁花的喜爱。 此外繁花还带动了江浙户一体化的趋势。 剧中展示的江浙户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观众们开始对这一地区的历史、风土人情产生浓厚兴趣, 推动了跨地区文化交流的发展。 这种趋势不仅让更多人了解江浙户地区的独特之处, 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经济发展。 胡歌与王家卫的合作无疑是繁花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王家卫的导演下, 胡歌展现出了他不同寻常的演技实力, 这种默契和协同努力为整部作品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两位在影视领域的巨星携手合作, 成就了一部备受赞誉的作品, 同时也为胡歌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家卫作为华语电影的重要导演, 以其独特地拍摄手法和对情感的细腻描绘而闻名。 胡歌在这样一个具有导演独特风格的项目中得以施展自己的演技, 成功地诠释了剧中角色。 这种导演与演员之间的默契和合作, 使得影片呈现出更为出色和深刻的艺术效果。 这次合作不仅让胡歌在演技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也让观众对他的表演能力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与王家卫的合作, 为胡歌赢得了更多的认可, 也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样的合作关系,无疑是繁花成功的催化剂, 为整个影片增色不少。 总的来说, 繁花的成功再次印证了胡歌在电视剧界的卓越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他在剧中的出色表现和精湛演技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也为中国电视剧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这一成功不仅是对胡歌个人的肯定, 也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意。 观众们对胡歌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的演技之所以引人瞩目, 是因为他能够深刻理解角色并将其生动地呈现出来。 这样的演技不仅让观众对繁花产生了深厚的共鸣, 也为中国电视剧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胡歌的成功演绎为中国电视剧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激发了更多演员追求卓越的动力。 胡歌新剧繁花火爆全网。 热度值突破3万,激发了上海的怀旧热潮。 观众们纷纷沉浸在这部剧中, 为胡歌的精湛演技和故事情节所倾倒。 这不仅是一部影视作品, 更是一次怀旧之旅,勾勒出户上独有的风土人情。 胡歌的演出再次证明了他在演艺界的卓越地位,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感官盛宴。